我叫窝瓜,我是强者的克星 窝瓜讽带夫内见 吉强老弟,我和毁灭姑相比,谁更强 你厉害极了,毁灭姑怎么可能比得上你 窝瓜不相信自己,你毁灭姑强 于是又问向日葵 我和毁灭姑相比,谁更强呢 毁灭姑怎么可能比得上你 第二天,有客人从外地前来拜访 我和毁灭姑相比,谁更强呢 毁灭姑不如你强啊 有一天,僵尸大规模入侵 窝瓜仔细地观察,自己觉得不如毁灭姑 看到伤害后,更是认为自己远远不如她 傍晚,窝瓜站在草坪上休息时,想着这件事情 吉强老弟认为我强,是因为我们是好兄弟 向日葵认为我强,是因为惧怕我 僵尸认为我强,是有求于我 于是窝瓜拜见大夫,说 我知道我自己不如毁灭姑 可是我的兄弟偏袒我 向日葵惧怕我,僵尸是有求于我 所以他们都认为我比毁灭姑强 如今我们植物家族占据了绝大部分草坪 所有的植物,没有一个不偏爱大夫的 没有一个不惧怕大夫的 由此看来,大夫您受到的蒙蔽太严重了 说得好,所有的植物,能够当面批评我的郭挫的 可得商等奖赏,能够通过QQ 微信圈见我的德中等奖赏,能够在众人集聚的公共场所指责 一论我的郭师,并能传到我耳朵里的德虾等奖赏 消息刚一传出,许多植物都来进县建言 大夫家的门像吉士一样热闹 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尔禁建 一年以后,即使想禁言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僵尸家族听说了这件事 都到草坪来朝见大夫 这就是身居草坪 无必用兵就战胜了僵尸 这就是身居草坪来朝见大夫 和非未来也计算大夫 ,